安裝光標的支架 螺絲收緊,確保那個支架 保持跟上面的支架保持平衡 然後裝入光標 這個光標要放在兩個桿的中間 現在這個桿的偏上一點 我們把它調節往下面一點 只要光標輪晃在這個位置的話就可以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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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個袋子 袋子如何裝滑 袋子是穿到這兩個 兩個裡面進去 兩個鐵的裡面進去 然後下面螺絲 光標下面又螺絲固定好 這個裝的話就固定袋子跟 這個 鐵片的話 都在這個VG袋子的話 整個下來基本保持平衡 然後再左鍵 下面螺絲稍微加固一點就可以了 能把它固定住就可以 然後接上光標 光標的電連插口 最後兩個 能插得進去就是對了 好 現在的話我們如何對標 看到 這個時候這邊有一個 只是燈亮 還有一個旋鈕 現在我們標點的話 是檢測到這個黑色的標點 你看到有沒有看到一個 前面有一束光 你看有沒有有一束光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束光 對不對 這個光的話 檢測到黑色的時候 應該是滅掉了 如果沒滅的話 我們可以調節這個旋鈕 這個旋鈕可調節 這個旋鈕就是調節那個光標的靈敏度 也就是到他在黑點的時候 沒滅掉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節他滅掉 我們這個銅鏡調節一下 在白色的地方應該是亮了 在黑色的地方應該是滅掉了 這樣才可以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設定控制鍵板 設置控制鍵板 進控制鍵板 我們長按功能鍵 跳出三個零 輸入404 按溫度加 加到4 按減移位 好再按照4 按功能鍵 這邊跳一00 00是技術長度 01 代表是光標定位 按長度加 按一下01 然後按功能鍵 好這個時候 他就是光標定位了 然後我們把79 調V00 00先不管他 好 讓我們功能鍵按一下 先拉出一個袋子出來看一下 好 功能鍵按一下 然後袋子 這個錘子下來的話不要改變它的風向 然後看一下這個標點 因為這個標點 因為剛好這個標點 沒有切 這個黑點的話沒有切到這個標點上面去嘛 因為這個風向是在上面的 所以說我們就按加就可以 按長度加 這個袋加到50 好再拉一下 拉一下看看袋子背面 好 好再按加 因為光標的話 這個黑點的話已經往下面 然後我們再按加 加到15 再試 調整這個標點的話 對標的話只能夠這樣慢慢試 好 那就A下面 再加 加到20 好下了一下 好這個風向 換過來看一下 行 因為已經A 標點的話A接近我們那個風口的位置 對嗎 再加 加到23 說明這個標點現在是在上面 已經有超出 已經超出我們所設定 我們的標點的位置 來 23的話 減1 所以這樣就差不多了吧 這樣就行了嘛 這樣就行了嘛 好我們光標鍵 現在已經裝好了 然後我們機器按啟動 然後看他包出來的話 效果是什麼樣的 也就是說他整個帶子出來都是保持平衡的 你看每一到標點的時候他這邊燈會有 我一滅掉 真會有一兩一滅 看要看帶子的效果 看要帶點的效果 帶子出來的話都是這樣子 保持很高亮的 標點都在這個位置 你看標點 看金色的標點 看整個標點 標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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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個標點非常準確 謝謝